沒有聊四季 天天龍更新 大家好 我是沒有 今天要來看印加人對賞日本人對決 這行比賽是天地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紅色 紅色選的印加 那印加是下次改版 最強大的文明 他的能力新增了許多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我的頻道裡面 看一下改版資訊 那我們先講現在的印加人就好了 現在印加人的話最大的特色是 房屋可以變兩倍 可以省下一點木頭 但其實省下的木頭也並沒有那麼多 那印加人還有這個 石料減免 但這個石料減免也不是非常明顯有用 那可能在前期插箭塔來說 會有一點效果 那再來就是印加人 他這個是南美中文明裡面 算是強軍事文明 但是他是三個南美中文明裡面 軍事最爛的 好吧 不是軍事 經濟最爛的一個文明 那一開始只有這個多一個陽頭的優勢 那後續的經濟 就有跟沒有一樣 所以印加人呢 他的後續 有給他新增一個叫做投石手的東西 這也不是新增吧 就是他本來就有的這個單位 是南美中文明裡面 唯一他有的文明 那個投石手呢 打步兵有外傷害 而且在下次改版之中 投石手的傷害 點下暗地死彈弓之後 攻擊力比強武只少了一弓而已 而且也可以無視這個距離 可以進行攻擊 就是他不會有這個最小距離不能攻擊的問題 跟這毛病一樣 所以我覺得印加人到了下次改版之後 會變得非常強大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選擇的是日本 那日本人呢 他的這個文明 欸 等一下我看一下喔 欸 這個日本人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玩家也是日本人 哈哈哈哈 日本人玩日本人 哎呀 恰特 恰特 那我都會唸他恰特 因為他的日文我們都叫恰特 那這位玩家是日本最強的天梯玩家了 他的實力真的是蠻厲害的 那我以前喔 他從我玩世紀帝國到現在也 跟他看了大概三四年有了吧 應該有三四年了 他的這個表現喔 一直都蠻穩定的 而且沒想到他還會繼續打世紀帝國 因為我看了蠻多世紀帝國的日本高手 有一些人都沒在玩 但恰特他是唯一玩到現在 還有在玩的日本的世紀帝國高手 所以他的戰術也是越來越強大 那聽說他跟大水狗也是朋友 那大水狗的話是一位澳洲的一位頂尖玩家 也是蠻厲害的 他算是比較偏團這樣喔 那恰特也是 但恰特最近喔 他開始常常在打這個單挑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好 那日本人的話前期有這個 裝甲步兵的一個優勢喔 如果打這個裝甲的話 其實傷害蠻高的 通常會打這個三棒棒開局喔 然後轉裝甲 他一隻步兵攻擊力會加33%的攻速 你出三隻棒棒就等於是四隻棒棒的傷害喔 非常高喔 所以玩日本喔 通常都是會直接三棒棒開局 然後封建點下裝甲步兵的升級 做個潛壓 那印加人這邊的話 要這樣子打的話 可能就會有點劣勢喔 因為印加人他一定要出攻兵 才能去counter這個 裝甲步兵喔 那不是打裝甲步兵的情況下喔 他還是可以冥想出棒棒跟對手打 但通常還是打輸喔 畢竟人家有這個攻速加成 那恰特這邊是選擇兩棒棒喔 前期早期騷擾 一開始就想要打這個潛壓 但是值得一提示 就是日本人的這個裝甲步兵喔 直到封建時代開始喔 才有這個33%的攻速加成喔 那我覺得恰特這樣打的話有個風險喔 雖然他可以更早時間喔 第一時間到對手家裡去做騷擾 但是他並沒有軍事上的優勢喔 就是跟一般其他文明的棒棒一樣 並不會有攻速比較快的一個優勢在 而且他剛剛入途中喔 又被這個獅子咬了幾口喔 血量掉是29滴血 那待會這一波騷擾的話 可能還會被村民反打 甚至可能恰頭這邊也沒有打算要上這個 封建的裝甲步兵喔 可能就是兩棒棒 然後打到底 不升裝甲 的可能性會偏多一點喔 那這場比賽我也是沒有看的喔 所以我也不知道前期他們到底在幹嘛 我只有看到結果而已 這邊看 封個一下 這邊只能拉打 這邊你看他這裡不敢打 這裡絕對是不能上去打 現在血量掉的很嚴重 而且還沒封建時代喔 絕對不能上去硬封 這邊只是想要引誘對手 去反擊然後中斷採集資源喔 就是這樣子 這樣拖對手採集時間 讓他這樣斷來動去的話 其實對洽頭就是有點賺喔 但其實這樣子換一換去 自己的操作力也是 會花費很多的喔 那對手其實大可不要理他 或是直接圍起來就好了 這都是個方法 但對手這邊打算直接用拳套 村民拿拳套扁他 就不用圍死了 這邊還稍圍嗎 這樣圍死就好了 其實真的可以不用理 敲頭的這個裝甲 不是裝甲 這個棒棒 好 那硬家這邊也是選擇了棒棒開局喔 那棒棒已經到了後方 那敲頭這邊已經看到了 這邊村民已經往回啦 通了這邊音刺齁 有感應到喔 而且又看到對方有這個均勻的時候 多多少少多去防一下對方的裝甲快攻喔 因為你有提 算是有戒備的話 就不會有太大問題 那這邊 恰頭這邊還送掉了一隻 自己的馬 這個刺頭好像是撞 撞TC是不是 我怎麼看到他的刺頭就直接死了 然後對方的贏刺頭沒什麼掉血 欸 喔不對喔 恰頭這邊是殺到一村欸 哇喔 這邊怎麼會有一村的優勢啊 喔看到看到 不好意思我們剛剛Lost掉了 他其實已經抓到一村了 我剛剛想說奇怪為什麼他的刺頭不見了沒有跟裝甲 就是跟這個棒棒走在一起 喔原來是他早就用這個刺頭去抓掉一村了 不知道在哪裡抓掉的 我沒有看到這個刺頭的屍體 不知道他是抓到哪裡去了 好 那沒關係我們繼續講 這邊硬加是選擇 鷹刺猴開局 鷹刺猴開局 鷹刺猴開局的話 確實可以counter到 恰頭這邊的小弓 轉兵喔 看我覺得 封建時代的刺頭壓力沒有那麼大 雖然還是有counter到一點點 兵遠防是2 那弓兵點一下這個一級射之後攻擊是我 射這個鷹刺猴還是有3滴血 好 待會弓兵數量一多起來之後 還是可以有效抵抗對方的這個 這個 鷹刺猴的壓制 好這邊有一級射了 一級射了就可以先射對方的弓兵 這些套路來秀一下 那這邊 恰頭要考慮一下 要不要轉一點毛兵出來 因為如果是全弓兵的情況下 可能會被 壓著打 現在這兩邊都在做一個小小的交戰 那日榜還有另外一個選擇喔 就是出馬舅 馬舅出點刺猴來檔也是可以 但裡面村民快要死了 趕快滴木牆跑出來 那這邊恰頭會稍微斷金 斷金的話這邊四邊要按毛兵喔 OK毛兵 那這時候有人會說 那這裡時候一防要點嗎 那我覺得這個時期的一防 你要點是可以喔 或是 直接轉毛兵 轉毛兵的話可以 一防的話可以考慮不點 那如果對方弓兵真的太多的話 你還是要點一下一防 因為這個一防對抗對方的弓兵 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現在對方弓兵 沒那麼多情況下 你就可以考慮不用去點了 但是鷹家這邊已經打算要點這個一攻了 一防一攻都點了 因為他覺得 恰頭這邊可能會按很多的弓兵喔 去反制鷹刺頭的部分 然後到就他這邊弓兵點上一防之後 也會賺到不少的甜頭 目前看起來的感覺是這樣子喔 好 那後方喔 已經其實圍好了 可以考慮 直接去後面挖金礦也可以喔 但後面挖金礦的話 這個成本也是很高 要怎麼守住也是個問題 好 果子區直接被爆打一波 恰頭可能要被抓掉一村了 在這鷹刺頭卡位卡得好 應該就可以收掉這一村村民 不用卡位了 直接追到死 好 那這邊恰頭果然要全部轉毛兵了 那全轉毛兵的情況下 這個時候可能就不用點一防 畢竟人家的對方弓兵喔 數量真的不多 而且有點在斷兵的狀況喔 弓兵數量其實並沒有到非常多喔 反正現在在轉步兵了 轉這個鷹刺頭 所以這個異防有沒有點其實 挺無所謂的 畢竟人家毛兵打你的時候也是有額外傷害 這個奪這個異防好像意義不大 不然就是要把這個肉省下來 下馬就出刺頭反打 準備更好一點 好 這邊有機會趕快先插個劍塔 確實不錯 哇 恰頭這邊前期就被打到生物法治裡了 這隻村民可能要被收掉 有機會嗎 哎呀 三滴血跑了回去 很可惜喔 好 這邊又被抓到一村 哇 恰頭這邊前期三村直接倒地 第四村是不是也要倒了呢 看來是贏家這邊暴兵暴的其實有點多 而且工兵毛兵混著岸 其實真的有點棘手 好 這邊果然下了一個馬就 趕快去補一下刺頭出來擋喔 那這個異防可以不用點 直接投資在刺頭上 哇 給的壓力也很大 好 那這邊反打回去 雖然恰頭被換掉了兩村 欸 三村 四村 但至少把對手逼回去了 那這邊其實有點慘喔 這裡就可以考慮要不要點硬房 對方開始在慘工兵的話 你看到對方這個組成 三隻工兵 三隻毛兵 但是你自己要出工兵的情況下 才要去點 那現在恰好這邊沒有出工兵的話 其實是不用點的 那如果這邊有點的話 這邊異防就可以考慮要不要去下了 那也要看一下對方的工兵出多少 如果他的工兵數量大於毛兵的話 那這個異防點下去是絕對是有價值的 但是如果他這毛兵還是G多的話 那你可能就不用點 你直接繼續產毛兵然後先激活他的工兵就好 好 這樣就壓力比較沒那麼大 好 這邊優先點對方的毛兵 不是毛兵啦 工兵 好 工兵 工兵趕快點 好 伺候開始有點強了 好 但是對方的工兵 嗯 也是有再繼續按 那我覺得敲手這邊沒有投資 這個異防好像是正確的了 好 這樣打回去其實蠻賺的 那這邊有個細節喔 他還點下了一級農 那在農田第一輪吃完之前喔 先補下一級農 待會撒第二片 第二輪的農田的時候 就不會這麼虧了 好 這邊撒第二輪了 撒第二輪但是有一級農 好 經濟就很好 好 這邊這邊這個三個要吃完了 三 二 一 好 這邊吃完之後 馬上再補一片田 OK 你看這一級農價值連城 但反觀 印加這邊 你看 印加這邊沒有點一級農 但是他準備要來撒第二片田了 第二輪一個 但是他這裡沒有撒 又細節細節細節 喔 這又是細節 哇 世紀帝國就是滿滿細節的遊戲 好 他直接把這個農根 村民喔 暫停輪坐 然後點下一級農之後 再去補後續的農田 這個就很關鍵了 這個就是一個內政經濟的細節 平常我們在觀看打鬥的時候 沒辦法去注意到這些細節 但這些高手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們可以邊打邊顧這些細節 然後再把自己的經濟優勢 再去擴大下去 這個相當重要 平常我也是不會講這個農田的這個問題 當然我覺得這一場滿明顯的 來 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好 這個一級農喔 已經不是以前的META了 以前的META都是一級農不點 然後打到城堡時代之後才點 好 但是現在是在 第一輪做 第一輪做完之後 第二輪在開始農之前 就會點下這個一級農 這個特別講一下 因為我發現最近有一些新手 會來問我說 這個一級農到底哪時候 哪時候點比較好 那我可以剛好拿這場來 當作範例喔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細節的部分 其實4E5就是這樣子喔 這個細節 很多細節你處理好之後 你就會慢慢成為一個高手 因為這些高手也是 處理這些細節處理得很好 他們才能成為高手 大家可能會一直覺得 4E5是要拼手術啊 或是兵這個控制力啊之類的喔 但其實更多的是 這個配置跟經濟喔 你控的更好的話 你才更有可能成為真正你的高手 這個不像low啊 或者是星凱啊 這手術真的是要快到一個爆炸 才能成為高手 但是4E5的話 更多的是 管兵跟配置問題 會比較吃重一點 也沒有說手術不重要 但手術就是 偏其次的部分的東西 好 那這邊 奴兵上去之後二級射 喔 這邊 哇 你看恰兵這邊 手術還是有派到入場 馬上拉走 啊 這邊應該是有意識到 因為他的組隊喔 一直沒有在家裡出現喔 也沒有來抓這一坨 應該也是知道對方 已經來到他家了 好 算他第一時間的反應還是蠻快的 好 這邊 奴兵 二級射 這裡一村都沒有被抓掉 好 難道是掐頭這邊 有機會抓到一村嗎 還差兩刀 再一刀等進入TC射程 OK 收掉 好 那這邊有點太讓了 好 這邊殺進去 看一下能不能撕到點東西 好 這邊殺進去 射完射完 射完射完 空兵 開射 好 等一下易攻 那這邊目前是在看對手 要不要走進去 如果他要走進去的話 這邊就要考慮要不要回救 但是這邊回救會有個問題 因為對方有陰刺 那還要搭配本隊的弓兵一起去包夾的話 那如果這邊直接進去的話會有危險 最好是這兩坨弓兵要匯合在一起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邊再找個機會去匯合 OK 那這邊有機會匯合 而且這邊還有出幾隻騎士 騎士可以反打 OK 這邊匯合之後 直接嘗試要不要獨靠 然後騎士上來硬插 他硬砍 為什麼這個騎士有點沒空好 這邊工兵自由開火 其實給對方工兵蠻大的傷害 這邊有點小小的可惜 並沒有把這邊毒口堵起來 就是用這些兵去堵這個口 然後騎士上來硬砍 這樣其實會更賺一點 但沒有關係 這一波解的還是非常漂亮 這四隻騎士確實給到對手極大的壓力 順利的解掉這坨兵 那這個是翹頭的一個大獲勝 他這邊想法非常好 剛剛那一坨工兵一直在後面繞很明顯 就是要等自己騎士好 然後跟組隊的工兵會合 那對手當他走進去那一聖經 就代表他已經沒有辦法回去了 這個四隻騎士給的壓力太大了 那翹頭這邊目前有工兵優勢 騎士有出 這邊二防取消掉 突然 不是取消掉 升級好了 不是取消掉看錯了 二防升好了 二防升好之後 對方的工兵一出的話 會有點壓力喔 但目前硬架有點轉出自己的升旅了 有升旅的話應該還可以稍微抵抗一下 並不會馬上就暴斃了 這邊工兵稍微射一下 直接射掉兩村 但是目前為止 日本這邊還沒有點下二級伐木是有點虧的 我會建議這個時候 二級 就是二級防點一下之後 如果要再繼續抱騎士也是可以喔 但是就是沒辦法點二級農 不是二級農 二級木 那木頭的話可能會有點可惜 這邊上個高地 這邊伺候要上去 哇!騎士直接被招走一隻 可惜了 後方工兵想要繞 但是後方完全沒有東西可以打 這十隻工兵 直接走了個寂寞 好! 雖然前線這邊有稍微打了點東西的感覺 但翹到這邊沒有硬上 對方已經有升旅了 升旅給騎士的壓制力還是有的 好!硬家這邊按出聖杯 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升旅的血量 那這邊是優先點下了這個輪軸技術 那確實喔 輪軸技術這時候該點 好! 有可能會大於這個二級農或二級木 因為這個村民樹來到六十隻了 通常大概八九十隻的時候 點下手推測的話是很好 那在黑森林的情況下 七十吋的時候去按是更好的 因為那時候你可能會有兩大片田之類的 那你有兩大片田之後 去點這個手推測 這個食物的採集效率是非常快速的 可以說是你點完手推測之後 不用到幾分鐘 應該不用三分鐘吧 三四分鐘左右應該就可以點帝王 沒意外的話 可能好像更久 三分鐘就可以了 但是這是以前的講法 但我現在不太確定 這個手推測到底什麼時候點 但我覺得看起來是比較依照戰況 去決定要不要點這個手推測 那我個人覺得還是手推測 早點點一下會比較好 尤其是點帝王時代之前 就先把這個手推測點一下 那你升帝王時代這個空窗期的時候 你經濟也不會超到哪去 比如上帝王時代 你就可以補什麼三級攻 三級射 三級農化學 彈道學之類的 或者是點這個巨頭 經濟都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還是比較推薦 如果玩家們不知道 該怎麼去點手推測的時候 直接 帝王前 就按下去手推測就對了 我就不用去思考到底要不要按 當然如果你已經被壓在家裡打 一定要出兵防守的時候 你還是要出兵 不要去硬點這個手推測 可能會導致你經濟更慘 因為你沒有兵可以防守 導致你的村民損失太多 這樣就會很慘 像這樣子 哇 村民全部擠在這裡 城堡裡面可以塞20個人 這裡會塞城堡 沒有沒有塞 直接往後拉 哈哈哈哈 哇 這邊直接再尾個一波 這邊想要立兩根箭塔 來阻止對手 騎士的進攻 這邊直接砍個一波 下頭這邊賺到蠻多的感覺 但村民術起是落後的喔 下幕後落後11村 下頭這邊3TC槍在補下 冤塔現在是前期 3TC強軍事開爆 這邊工兵也是走到裡面去射個一波 射到蠻多村民的 像這種時候你就更不可能喔 就是去點這個輪主的技術 一個人可能是需要去按村民喔 或者是去把這個 老鷹或長王兵按出來 去防守會比較好一點 或者是按下更多工兵 好 這邊打得不錯 這個防守其實還可以喔 並沒有太慘 但整體來說還是被射掉蠻多村民的 至少被射了15村有了吧 但是村民術還是有稍微領先一點點的 並沒有到說生活無法治理的地步喔 而且這邊彈道學也點下了 待會有彈道學之後就會好打一點 那鷹家這邊由於剛剛被逼到有點 經濟 調配有點慘喔 木頭有點爆 這邊應該是要趕快全部撒農田喔 因為他家裡被這坨工兵喔 弄到真的是太慘了 那十隻奴兵已經做到他應有的價值了 這裡就是趕快先上帝王 好就可以了 好 那目前掐走這邊村民直接反超 而且現在奴兵有這個彈道學了 這村民非常準的 OK 彈道學一號直接射個一波 好 其實彈道學只有抓到這一村 好 這邊掐頭可以點下帝王時代了 那鷹家這邊真的是要趕快瘋狂撒田喔 有喔在撒在撒 這邊就是要瘋狂撒就對了 然後把家裡的農田喔 趕快補下村民喔 因為很多農田沒有村民可以補 可以去採這個農田 剛剛被這十隻奴兵喔 設了一半的農田沒有農民在採了 好 騎士上高地工兵也在上面 這邊掐頭很好 可以蓋一個城堡在這裡喔 可以守住這塊大石頭 而且也是家裡的門面 那如果再集近一點的話 可以考慮插這個位置喔 這邊也是小小的高地 那敵人的提示也在這裡喔 可以插這個位置 那黃金可能會稍微守到一點點 那如果真的是想要來控金的話 插這個位置是最好的 這邊比這個高地更高一點 對方插這邊保的話 可能還會被你反殺 這就是一個地形的一個思考 好 那硬家這邊還點下救贖思想 那可能預測到 恰巧這邊可能會出頭車喔 或者是奴炮喔 counter對手 counter自己的工兵喔 所以救贖思想先點下喔 有點先打個預防針的概念 殊不知人家翹頭 根本沒有要出這個工程器喔 反正是工兵一直線 好 拇指環也點下 但目前工兵是不是有點輸太多 不太可能直接開打 這邊訂卡輪口 這邊直接逼到tc附近 好 這邊點下救贖思想 難道是要來直接招工程器製造所 而不是投車或奴炮的嗎 這邊先偷射一個農田 佔個60木也爽 OK 賺到了一片田 好 槍到這邊轉出了更多農田 看來這邊是有想要打一個 打步兵嗎 還是要直接爆騎士呢 現在日本騎士比較差一點地方是 他只有重裝騎士喔 並沒有這個遊翔 而且也沒有三房 對騎士來說路線是差了一點點 而且只有輕騎士兵也沒有帶了我們 應該是吧 我記得他沒有帶了我們 所以日本這邊還是 左這個工兵路線 鋪兵會比較好 所以這邊點下了強弩 跟這個強力護腕 還有化學 補得非常迅速 基本上把自己缸一千多肉 全部花完了 好 那目前掐走這邊有時代優勢 但城堡這個時間才在蓋 雖然他這邊並沒有那種地龍時代的時間優勢 可以立即產出第一台巨頭 給對手壓力 這是比較可惜的點 但沒有關係 這邊還是有這個時代上優勢的 那硬家這邊要怎麼反制 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出牆 出老鷹喔 補兵的部分可以考慮不要再繼續出了 但他要繼續出我也覺得問題不大 畢竟硬家也是有這個強弩 三級放 三級攻 還有化學 什麼都有 而且對手是日本喔 日本的馬也特爛 基本上強弩可以解決一切 好 那目前日本這邊有工兵上的優勢 射個一波 哇 有這個拇指環式的攻擊速度有夠快 直接射掉了約七隻左右的村民 這邊補下一個防禦箭塔 這邊還有升級箭塔 防禦箭塔點下 這邊想要把自己當破爛丸 到處插箭塔 守住這個大莊園嗎 還是要把自己當韓國丸 箭塔防守流 那這坨工兵在後方依舊有點麻煩 但是其實數量上其實是OK的 那這邊就要看喔 要不要等帝王時代之後 再去做反打 有這個弩兵 強弩 加上三級防化學 去反打的話一定是沒問題 那日本這邊 恰頭三防也才剛點下 數量上只有大約24隻 但是這邊有個小偶高地 所以他應該可以還在利用這個高地喔 去做一波交換 那這裡其實打掉蠻多農田的 蠻賺的了 我有六片田 好 那巨型頭司機兩台輸入好了 直接開拆 並加在這邊斷石頭 城堡可能很快就可以拆掉 在這邊買賣一波 直接買了 一百石頭 一百石頭 一百石頭一百六十一塊黃金耶 超快耶 這個貴的貴的要命 好 下手日本這邊 裝拿步兵點一下 右邊找到開TC的村民 果然這邊喔 變成強弩之後 三級射直接跟對方互換 雖然自己剩下十隻工兵喔 至少也把家裡的內油給解掉了 但正面的投資車依舊難解 三台巨型頭司機拆TC速度是非常快的 基本上只要投三輪喔 還是兩輪 應該是三輪吧 兩輪喔 考驗是兩輪 我沒記錯耶 三台兩輪直接拆掉一個TC 就是這麼的痛 這就是巨型頭司機 OP的地方 哇 而且還是高地 哪有個不同 好 那TC目前被拆掉 洽頭這邊 直接轉雙甲步兵 要來升這個劍勇了 那硬家這邊 打劍勇的方式就很簡單喔 直接出這個投石手 直接投包對手 那現在版本的硬家的投石手 是沒有這個一共加成喔 而且 沒有沒有額切 喔 有有有有 而且沒有食物的減免 原來投石手是吃 雖然他是工兵單位喔 但是他是吃肉的 那硬家之後的改版喔 他地龍時代可以減免30%的食物 軍事食物的消耗量 那投石手也可以吃到的 但硬家這邊 這時候還不知道日本這邊轉裝甲步兵喔 而且後方這邊騎士雖然還是很多 喔 喔這邊 酸女居然沒有直接招爆 這邊看來手術不太夠 好 三台巨頭又順利拆掉了 對手在研發的科技也沒有研發好 那目前硬家這邊的城堡移動都不剩 這邊要轉這個什麼槍隊長也不可能 但這個情況下要轉槍隊長好像也怪怪的 對方的強奴跟戰寶還很多的情況下喔 槍 這個槍隊長還是很容易被打爆的 好 日本這邊轉鋪中甲步兵 之後直接直升雙手 那這邊農田可能要再多灑一點喔 不然這個肉量完全不夠 好 這邊也按下步兵的科技升級 好 直接直升劍勇 12加1 3巨頭 大型劍塔補下 我就知道他會補 他劍塔投資這麼多根了 不剩下大型劍塔 本身不舒服 好 陰家這邊上這個高地只能用自己的單位防守 或者是在這邊高地直接插一個劍塔 但我覺得意義不大 對方現在恰頭有3巨頭 要插他劍塔也是拆得蠻快速的 來 等一下啟示思想 這麼想要打生旅戰嗎 但現在出賤兵勇士被招降掉的話 其實沒那麼痛了 不會那麼心痛 而且可以省掉很多資源 賤兵勇士直接開砍 這邊強奴直接被弄爆 哇 好痛 沒有頭死守 這要是頭死守出來的話會很好打 但是遇到對方強奴跟戰毛就會很頭痛 所以這邊可以繼續出強奴也沒問題 強奴混搭戰毛 或是戰毛變頭死守 都可以 好 敲到這邊碾下了 增兵技術 稍微上攻再補一下 這個劍兵勇士的威力 再大幅提升 那個劍兵勇士最強的地方就是無腦開A 那這邊戰毛繼續給壓力 壓力還是挺蝕住的 三巨頭 趕快過來砸一下 這個有點沒有在空了 好 三攻補下劍兵勇士直接開爆 那日本的劍兵勇士也是能吃到這33%攻速加成的喔 所以這邊直接土了大量的村民跟強奴 這個死傷慘重 但日本比較可惜的是 他沒有大衝車喔 他只有輕衝而已 他可以升級一次衝車啦 但是沒有大衝車 所以就比較可惜一點 不然這個日本武士跟他的裝甲步 劍兵勇士 可以進衝車裡面 然後再下車開一砍 這個戰術來說 層面又更強大了一點 真的覺得日本人這一點是比較可惜一點的 但好像給他大衝車又太強 畢竟他巨型投石機 我研發這個金冠的話 拆卸速度會變快之外 巨型投石機的攻擊速度也會加33% 拆加速度也是極快 所以我覺得日本現在強度 其實算是蠻剛好的 並不會說非常弱 但也不會到誇張到很強 但我覺得日本還是偏難上手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沒有太多經濟加成文明 跟英家差不多的感覺 難度上 但我更喜歡日本一點 整個日本武士就是帥 二刀流 我這邊還想秀操作笑死 人家戰卯原地戰A 可能打歪還會打到旁邊去 這個走A其實 意義不大 還是被這些戰卯充白吃 定家這邊 畫了太多手術在空在這一坨上 哇 現在這個聖物也要爆開了 是聖物直接噴出來 巨型投石機繼續砸 想砸什麼砸就怎麼砸 然後這邊按了一隻日本武士 是按錯的嗎 對方如果出很多槍隊長的話 就可以思考要不要出這個日本武士 如果這個 槍隊長穩得好的話 其實可以秀到一點步兵的 就只有那麼一點 因為有多一攻射程 其實還是蠻強的 但是現在硬家不可能會有這個槍隊長 因為他只有一座城堡 轉兵成本過高 現在家裡TC也被弄爆了 他這邊只有 逃死手 加上戰毛兵 這種搭配打法才有可能打回去了 基本上他再繼續打強弩 這個打速機率會更高一點 因為那個劍兵勇士 處理不完 也就是個大問題 而且人家劍兵勇士 送 也是送的非常有價值 人家這邊20黃金 還可以砍到你的強弩 就很賺 而且劍兵勇士 只要20金而已 省下這麼多的黃金 結果掐到這邊 果然出了衝車啊 裝甲衝車 升了一階 衝車不錯 可以吸收一些戰毛 跟強弩的一些 箭矢傷害 好 劍兵勇士 稍微被打了回去一點 強弩依舊還是打步兵 有效果的 但是要特別小心對方的戰毛兵 看敲手這邊存了很多黃金喔 他現在在思考 現在要怎麼打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 出點衝車 然後去爆中甲步兵 或是 直接轉這個中頭 砸爆對方的強弩跟投車 這是最快的 反正硬家沒有火炮 出工程器 通常不會虧到哪裡去喔 你出弩炮或投車 對方依舊還是要拿一些進戰單位 或是直接拿投車跟你互丟 這情況下是比較多 那你現在有經濟優勢的情況下 你去出中頭或是奴炮 去跟對方互炸 打工兵來說 絕對不會虧到哪裡去的 那這也是他的選擇 他有可能就直接劍比勇士 直接A到底 直接用錢砸死對手 也是可以 我覺得問題不大 好大衝車這邊果然有 有 唯一實在地出現了 日本的大衝車還是 這不是大衝車 日本衝車還是可以用的 就是沒有大衝車 要是有大衝車會更舒服 這邊這邊有事 砍個幾刀還是倒地 這邊村民直接拿起全套開扁 那在下個版本之後 只要村民研發了冰工 冰工廠 就是城堡裡面可以研發的那個鏟子 研發之後打衝車也會有歪傷害 村民的部分 打衝車會有歪傷害 雖然我覺得實際效果的用途沒那麼好 但如果真的是玩什麼 硬家村民的時候 硬家村民是可以燒冰工廠的能力 或者是玩那個西班牙霸權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去點 那平常去點那個冰工廠 我覺得意義不太 好 那衝車的部分沒有繼續出嗎 還是再想一下 這六台衝車其實還是做到很多事情 好城堡拆掉 左邊劍塔也沒了 那這邊 恰頭也是打一個小小的雙線 這邊也是多線燒 後方其實這邊也可以再繼續 但是其實硬家這邊有很多的劍塔 所以他這邊後方的多線 並沒有那麼的有效果 這邊可能還是要等到 對方真的正面 變成交左戰之後 才會去用心去打後線 那恰頭這邊到現在 才點下這個二級龍二級木 我都打了一個小時 這是有點不太好的一個問題點 通常打這麼雞蛋的情況下 帝龍時代點下去 就要去注意我們的點二級龍二級木 但這邊是到了這個時候才點 稍微可惜了一點 經濟有點差 這邊有勢 可能速度還是很快 這邊對頭打出了GG 哇這邊日本出了197隻的裝甲步兵 不是裝甲 劍兵勇士 強弩出了177 這個數量也是蠻多的 但這個出的數量 你就會看到確實是步兵營 這也就是說 日本這個步兵真的是蠻狂的 只要一有機會讓他貼到 只要貼到之後這個步兵 砍的傷害是非常誇張痛的 那巨銀投石機也是拆爽爽 那我不確定他有沒有點金罐 我們來看一下 感覺上次沒有了 如果他會有的話應該會才再更快一點點 看起來是沒有點金罐 兩邊都沒有點 怎樣子 滑草霞 ok 兩邊都沒有點到巨銀罐 這有點可惜了 好 那日本這邊經濟真的是有點慘 人家二級目是27分點 他二級目是一個小時都點 但是卻打爆了對手 可以說是恰頭的這個城堡時代喔 那兩坨工兵做的事情太多了 直接兩坨工兵分隊 這邊感覺工兵比較多當主力 但後面那一坨十隻工兵喔 卻射掉了很多農民喔 還有這邊伐木的村民 那我覺得後面那一波的操作也是不錯的喔 直接巨頭正面開拆 後面強弩直接送掉了沒關係 只要能跟對方換掉很多工兵喔 就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可能是可以換掉對方做城堡 這也是恰頭剛剛中間喔 打得很不錯的一個點 就是一個深冬即西 恰頭以前不太會這樣子打深冬即西喔 那我覺得他最近的實力真的越來越強 有點快要追到MBL他們弄等級的程度了 就是他們多線能力喔 越來越厲害了 好 那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順帶一提喔 今天會上兩部片喔 因為我昨天 因為工作太累的關係喔 所以並沒有辦法上片 我本來想要上片喔 但是我有空的時候已經是11點的事情了 我想說應該是來不及了 那我想說好吧 不然就今天上兩部 那早上會影片喔 下午也會有再影片 那也感謝各位的一直支持喔 那我們最近的頻道流量慢慢回來了 好啦那我是Leo 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 要下午要imi 下午 4 6 1